其實之前可能有其他外國人 我想在那邊開,你Franchise給我開 我們可以的,你看有什麼提供 我們都是第一時間拒絕的 因為我覺得狗仔粉這件事好像學功夫一樣 你真的要知道懂得看狗仔粉何時行,何時不行 那個刺何時行,何時不行 如果你只是為了做生意去做 你沒有憑良心去看,沒有憑良心去加藉口材料的話 我覺得就會影響了狗仔粉這件事 在其他地方給別人的感覺 我叫Herman,姓張的 這間店叫十八座狗仔粉 我是這間店的老闆 我們店有名的就是狗仔粉和火鴨翅 兩樣主要 狗仔粉和火鴨翅,過來嘗嘗,好吃 狗仔粉不是真的有狗肉的 狗仔粉是它的名字 因為以前人手搓麵 讓它尖頭尖尾三四吋左右 好像狗仔的尾巴一樣 所以人們就叫它做狗仔粉 過來嘗嘗狗仔粉和火鴨翅 你好,我可以幫你吃嗎 我可以做狗仔粉 好,狗仔粉是很香的嗎 狗仔粉是很香的,我喜歡它 狗仔粉是很香的,我喜歡它 很香的,很香的,很香的 可能要選一些比較漂亮的冬菇 讓它可以發出冬菇香 我們煮了冬菇蝦米湯底之後 就煮好了 我們就把剛才切好的麵 放進湯底裡 可能煮25分鐘 好,我們現在就夠時間了 我們就放豬油渣 這個就是狗仔粉的靈魂 正常就可以等多25分鐘 所以就成形了 我最喜歡吃狗仔粉 我覺得在外面都吃不到這些味道 還有我最喜歡它的辣菜店 它辣得來其實真的很惹味 外面都不會吃到 我們的辣菜店 很多人吃完之後都很喜歡 經常說你拿出來買吧 但因為我們的菜店是人手炒的 我們炒不到那麼多 所以做不到被人買 最初是那間店 因為我們是放在街邊的店 那些姐姐會跟我說 老闆又不見了那些菜店 我說不見了? 我說這個月幾次了 連那個匙巾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後來發現 原來有人做菜店神偷 但你問我有沒有不開心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喜歡我吃我的菜店 其實我也很感謝你們 我喜歡跟爸爸一起 他會經常煮東西給我吃 他上班的時候 我在家裡每天做 就拿爸爸的揚州醉蟹出來 一會兒很多隻小蟹是濕的 即是生的 生的怎樣吃呢? 拿油炸 開些油鍋出來 拿些蟹來炸 誰不知一炸就爆開 豬油就爆到眼睛 打給爸爸 爸爸就說你不要煮東西吃 當時的心態就是 你越叫我不要煮 我越要煮 就是因為這樣的心態下 就慢慢變就了 我懂得煮一些 輕食、小食類的食物 都是小小蟹,帥哥 小時候比較漂泊 爸爸媽媽在香港開發炎屋 當時也賺到錢 剛剛小孩出生 每個都當我寶 就像王子一樣 但是到我大概九歲左右 然後就因為他們炒股票 然後一晚就沒有了錢 我記得當時沒有了店 沒有了錢 後來都是離婚 父母離婚之後 我就被法官判了 我跟我姨媽住 而那時候開始就接觸屋邨 所以就在那裏接觸吃狗仔粉 加上小食 18座是以前香港舊屋邨的特色 狗仔粉也是以前香港懷舊屋邨的小食 可能以前晚上10、11時後 然後舊屋邨有很多推車仔 木頭車仔 有碗仔翅、魚肉湯、狗仔粉 燒賣魚蛋 當中狗仔粉是我特別回味的一種味道 因為年輕時吃開 你們會覺得這種味道很好吃 但狗仔粉也是木頭車色來之後 香港最難找到的其中一樣街頭小食 所以我想將這一樣 開始抹落的街頭小食 帶回香港人 好 多謝 拜拜 為什麼會做狗仔粉呢 那時候因為本來在做設計 然後我經常去打球、游泳、運動 剛好那時候感情有問題 然後就運動發洩 誰知道撞上電單車 轉了人帶那隻腳 一天、兩天、三天就開始腿了 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躲在家後慢慢的儲蓄都用完了 然後朋友上來就鼓勵我和我玩一下 我有時煮食給他們吃 我自己吃狗仔粉也煮給朋友吃 朋友說你這個粉仔很好吃 不如開店吧 在這裡煽動我 想一想 試一下吧 然後開店就正式賣狗仔粉 當時其實感情問題出現了那個 令到我意志消沉的那個 其實就是我現在的太太 好嗎 請給我吃狗仔粉 我總是想要這個最快的地方 只要從健康 我其實也看到的Michelin logo 所以明明有一個歷史 有一個認識 有一個認識 所以我一直在想 什麼事發生 店舖打給我的時候 都是在睡覺 職員打給我 就跟我說 老闆 你拿了米芝蓮 我說米芝蓮 我說米芝蓮 不關我們什麼事 誰不關我們事 我想你聽錯了 不理會他 收錢再睡 過多半小時 再打電話來 再跟我說 老闆 真的拿了米芝蓮 很多記者在想問問你 我說什麼 真的 穿衣服 就去店舖 才發現 原來那一年是 米芝蓮第一年 有街頭小食推介 而他們都推介了我們 心情其實都很興奮 你真的沒辦法 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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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你準備好了 第一天開店 我記得 有1000-2000元,因為我不斷介紹 我過來試一下,20元,20多元 我20多元介紹,家村懷舊小食 我過來試一試 人們慢慢試一下,又回頭下,帶人來吃 我覺得開18座狗仔粉最成功的一點 就是成功將狗仔粉這一樣 以前的美食可以在香港重新補給一次 我覺得不只是狗仔粉 無論哪個國家,哪個地方都好 一種好吃的東西,大家應該繼續代代相傳 有這一樣東西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好吃的狗仔粉可以留下來 人家都可以試到 而覺得好吃的,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 好,謝謝,再見